据说如果高压气瓶的阀门被撞坏了 瓶子就能瞬间变成火箭四处飞窜 甚至可以冲破墙壁 难道气瓶的威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决定修建一面水泥墙 然后当着水泥墙的面砸坏高压气瓶的阀门 看能否像火箭一样冲破墙面 毫无疑问修墙这样的体力活当然是交给新来的实习生 为了让气瓶沿着直线飞行 吉尼打造了一个固定方向的导轨装置 并在上面焊接了两个支架 以保证砸落的时候气瓶不会脱离轨道 而亚当则在导轨的末端安装了圆管 实验时将40磅的钢条从圆管中释放 从而砸坏气瓶的阀门 下面他们带着气瓶来到军用碉堡 里面的水泥墙已经修建完成 为了展示钢条的威力 亚当现场为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 两人将导轨安装在水泥墙的正前方 为了测试钢条砸落的力道 亚当将水泥砖放在了装置下 随后拉下了释放绳索 只见砖头被砸得粉碎 而接下来他们将用每平方英寸压力 达到2600磅的气瓶进行测试 看他能否像火箭一样冲破水泥墙 两人将导轨安装在水泥墙的正前方 女助理在上面涂满了猪油 以让气瓶发射得更加丝滑 随后他们将气瓶放入导轨并取下保护罩 一切准备就绪后 亚当躲在门外拉下了释放绳索 然而第一次实验翻车了 由于砸落力道不足 没有将阀门完全砸断 导致气罐无法发射 于是他们在钢条上追加了30磅的铅块 并将圆管内壁也涂上猪油以减少摩擦力 最后还调整了气罐的位置 让铁块砸在阀门的顶端形成杠杆原理 使阀门更容易被砸断 确认万无一事后他们再次开始了实验 这次气瓶又能否成功发射并冲破水泥墙呢 巨大的气流生下的两人哄曲一阵 在铁块砸落的一瞬间 强大的气流将瓶子飞速向后发射 不仅轻松冲破了水泥墙 甚至还将碉堡的墙面砸出一个大坑 最后他们通过对比发现 整个水泥墙被往后推了半英寸 如此大的冲击力如果砸在人身上必定当场开戏 所以大家在操作气罐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尝试 据说如果将灭火器丢进火堆里加热 当瓶就会受热发生爆炸 从而喷出灭火器熄灭火势 可灭火器真的能这样使用吗 为此留言组决定用实验进行验证 但直接将灭火器丢进火堆非常危险 所以托瑞用脚钢制作了一个导轨装置 然后三人来到了爆破实验场 并准备用常见的三种灭火器进行对比 首先上场的是二氧化碳灭火器 因为燃烧所需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而这种灭火器瓶内的高压能瞬间喷出大量二氧化碳 并且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 从而能附着在燃烧物上隔绝氧气达到灭火的作用 那加热钢瓶又能否起到同样的效果呢 两人将火堆点燃后 托瑞释放了灭火器 可当他们做好万全的防爆措施时 瓶子却发生了漏气 这是因为灭火器装有泄压装置 在瓶内压力过大时会自动释放二氧化碳 所以这种灭火器根本不会发生爆炸 那用水灭火器是不是就能达到爆炸灭火的目的呢 因为这种灭火器没有泄压装置 并且瓶内装有水和空气 当水受热蒸发就会增大瓶内气压 也许这样就能发生爆炸了 而为了增加爆炸的威力 格兰还将瓶内的水释放了一半 然而加热了九分钟后 瓶子却开始喷水 紧接着灭火器如同火箭一样飞了出去 但尽管这样 火势依然没有被浇灭 之后他们将泡沫灭火器丢进了火中 由于它与水灭火器原理相似 三人对它已经不抱希望 可正当他们想打扑克时 灭火器却突然发生了爆炸 并且成功将火势熄灭 但灭火的原因不是因为喷出的泡沫 而是燃料被炸到了远处 这次的成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于是三人决定进一步测试 格兰拆除了二氧化碳灭火器的泄压装置 看这样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 而仅仅加热四分钟后 灭火器就发生了爆炸 不仅火势再次被熄灭 并且威力也比之前更大 甚至有燃料被炸飞到几十米外 所以这种灭火方式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 据说有个小偷在撬开车门的时候 一不小心触发了侧面的安全气囊 结果导致开锁工具射穿了自己的脑袋 难道安全气囊真的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此留言组来到了当地的消防训练中心 并决定在这里学习如何撬开别人的车门 以便还原当时被爆头的场景 消防员利用没有安全气囊的车 为他们进行了演示 而在撬锁时 消防员会俯身在开锁器的正上方 如果此时安全气囊发生爆炸 撬锁工具很有可能会射向它的脑袋 可安全气囊爆炸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呢 接下来他们将气囊放在空旷地面 并在上面盖上了一个路锥 然后通过遥控的方式引爆了气囊 随着一声爆炸 路锥瞬间被炸飞到了半空 气囊在四分之一毫秒内完成冲气 并且膨胀的时速达到了800公里 这还只是方向盘里的安全气囊 而侧面气囊的膨胀速度是它的四倍 甚至能将路锥炸飞至15米的高空 显然气囊爆炸的威力足以让撬锁工具射穿头骨 但由于谁也不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凯莉只能在玩具店买来仿真头骨 为了模拟脑袋被射穿后 豆腐脑飞进了效果 她将中午吃剩的红油面条塞进了头骨中 然后胶上组织替代胶做成了仿真人头 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机械手臂 通过遥控就能模拟小偷撬锁的动作 那么这样真的能引爆气囊射穿人的脑袋吗 下面留言组借来了一辆暴废汽车 虽然看起来有些惨不忍睹 但幸运的是侧面气囊依然可以正常触发 可撬锁工具能否让气囊爆炸呢 下面他们将机械手安装在车门旁边 并且把撬锁工具从车窗位置插入 波瑞将偷车贼摆放在工具的正上方后 格兰控制撬锁工具开始来回摩擦 但一番操作下来气囊并没有发生爆炸 此时配合实验的专家就开始发话了 原来安全气囊并不在车门外侧 而是在车内 但这个老六名知道大家在做无用功却没有提醒 气得格兰瞬间想要骂娘 可见按照这种方法是不可能触发气囊的 那如果小偷脾气暴躁狂踢车门 是不是就有可能引爆气囊呢 于是托瑞打造了一个自动踢腿装置 并将力道调整为正常人的最大值 之后他们重新布置了假人和撬锁工具 但当托瑞启动踢腿装置后 气囊并没有发生爆炸 随后他们将力道调整为原来的5倍 尽管这次装置的腿都被踢弯了 可气囊依然没有爆炸 显然以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触发气囊的 于是他们决定以遥控的方式直接引爆 虽然这次气囊成功弹出 但却是朝着车内的方向膨胀 所以假人是不可能受到任何伤害的 由于老六的做法让他们十分不爽 凯莉决定爆掉假人的头颅来消消气 为此托瑞将撬锁工具装进了空气泡 然后对准假人的下巴 随着格兰的倒计师归零 撬锁工具直接掀起了假人的头盖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用别人的汽车尝试